地质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6000年前的宇宙星图 按照进化论的说法,6000年前的地球还是原始社会 怎么可能对宇宙时空有研究呢? 在您探索未知领域和未解之谜 大家好,欢迎来到GaryTalk,我是Gary 按照进化论的说法,6000年前的人类应该是封闭落后 在全世界各地零零星星的存在一些原始的部落 科学生产力非常的低下 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咱们先从一块6000年前的巨石说起 在巴西有一个叫印加的小城市 这里流淌着一条叫做印加的河流 在河流的中间坐落着一块巨大的石头 它是在巴西排名第二的史前古迹 由一块巨大的花岗岩整体构成 这块石头的总长度超过了46米 高度在3.8米左右 在图案垂直面的上方向后延伸了16米 并且在石头的周围 有着一些看起来非常像洞穴的通道 在石头的另外一侧 我们会发现一个谜团 有一块变形的石头成灰色 好像已经被压碎了 就像我们用的沥青一样 背面刻着几个字符 在它的左上方 还有一个类似于一个脚印的凹陷 好像有人踩到了那里 当用石头碰到它的时候 它会发出类似于铃铛的声音 即使我们用指关节敲打它 也可以听到同样的声音 它看起来是空心的 发出金属的声音 这个巨石在当地被称为印加石 这么大一块石头是谁放在这里的呢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呢 又为什么雕刻上这些图案呢 地址学家曾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年份 他们认为这块石头的形成啊 至少在6000年以前 令人兴奋的是啊 就在最近 印加石上的图案呢 被专家给破译了 巴西的考古学家坚定的认为 他已经破译了这块石头上的图案 研究成果呢 也得到了NASA的认同 既然得到了NASA的认同 那么说明这个石头一定啊 非比寻查 咱们就了解一下 这个让无数专家迷茫的石头 只有近距离的观察它 才能感受到石头上刻的字符 那种非常精心的设计和非常复杂的切割工艺 有人认为啊 他们是通过尖锐的工具雕刻的 但是按照当时人类的科技水平 怎么能凿刻出完美的嵌入式浮雕效果呢 并且呀工艺精湛表面光滑 而且它真正的神奇实处就在于 上面不仅有各种动物 各类农作物水果等等 而且呢 还有很多奇怪的图案 看起来非常像宇宙中的星座 关于星座的问题呢 等一下我会讲到 这些浮雕是怎么被刻上去的呢 有人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古老的印加人曾经讲过这样的故事 他们的建筑工程师有一种奇怪的配方 可以软化石头 并且可以根据人的想法 将不同石头拼接在一起 他们有特殊的工艺生产的这种配方的药水 工匠啊 通过使用这种药水 让石头聚了粘土的属性 然后呢 可以根据制作者的想法 进行模具化的制作 我们先来看看印加帝国的石头城 首先得说明啊 这个印加帝国和印加石不是同一个印加 印加帝国的印加是英卡 印加石的印加是英港 印加石在巴西 印加帝国在秘鲁 这好像是绕口令啊 如果大家想听我讲印加文明呢 就请留言告诉我 这一节目呢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印加帝国可以说是石头文明 大家看到了这是秘鲁的马丘比丘 被称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 马丘比丘的全部建筑啊 都是印加传统风格的 磨光的规则形状的石头墙 以及啊 美妙的接缝技巧 墙上的石块和石块之间的缝隙啊 用匕首都无法插进去 让人无法解释的是呢 印加人究竟是如何把石头拼在一起的呢 到目前为止呢 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仔细观察印加石中磨制的缝隙啊 不知道您是否开始相信 只有将石头像粘土一样软化后 才能对这些石头啊进行精加工 以便可以很好的勾勒出轮廓 并且啊 没有多余的棱角 只有通过结构合理的技术 这些石头呢 才能根据创作者和工匠的需求 获得完美的轮廓 仔细检查它们的边缘结合处 您是否更加相信这种猜测呢 如果使用切割工具 以石头的材质来说 在切割处是不可能没有毛刺和断裂痕迹的 如果印加文明的石头建筑 可以采用某种药水使得石头变软 那么在距离印加古城不太远的巴西 是否也存在着这种技术呢 前面我们也看到了 有类似于人类的脚印 在石头的另一侧 如果存在这种让石头变软的技术 印加石上的符号就更容易解释了 先将石头软化 然后用模具啊印上去即可 等到充分的化学反应以后 石头啊重新变得坚硬 我们也看到在巨石正面的中上部 有一条有圆圆的点组成的直线 看起来啊更像是印上去的 关于印加石表面图案的制作过程呢 我们也简单的说到这里 针对岩石表面的图案呢 有几种猜测 一些相信无神论的极端科学主义者啊 认为那些符号 不过是岩石中的自然凹陷 是由于石烟的久远 以及气候的变化呀 石头的表面呢 经过了几千年的风吹雨淋 风化成这个样子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持有这种理论的人呢 多数是没有亲临现场 任何人呢 就算普通的游客都可以注意到 这些符号呢 是由人工完成的作品 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某种技术 第二种理论认为呢 这些作品是由 居住在这个地区的 无所事事的土著人制作的 他们随机的刻上一些符号 作为路标 这种理论呢 应该也站不住脚 因为这些符号很明显 是在讲述着重要的事情 只不过当今的人类 无法解释符号的意思 第三种理论呢 就更加荒谬了 说印加石刻的标志 只不过是用锋利的刀 和土著工具制成的凹槽 根本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那么即使我们不是考古专家 仔细观察石头上的符号 也能分辨出这是一种文字啊 所以这种理论呢 也不成立 第四种理论就比较符合逻辑了 他们把这些文字符号 和更久远更先进的文明 联系在一起 这个文明呢 原本生活在巴西的土地上 为了警示后人把这个讯息 刻在石头上 大家想象一下啊 我们当今的人类 我们的文字和信息 都记录在什么地方呢 纸张 布料 光盘 U盘 硬盘 金属等等等等 如果我们人类突然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除了黄金之外 其他的载体还能留存多少年呢 少则百年 多则几千年 上万年 我们这次人类文明的痕迹啊 将从这个星球上被抹除 能留下来的文字啊 可能就只剩下石碑上和名山大川石碑上的雕刻了 过去中国人走到哪儿都喜欢写上 到此一游 这种行为啊 非常的不文明 如果您每次旅游都喜欢留下点印记呢 那就找一块没有用的大石头 在上面刻上几行字 应该能遗筹万年 开玩笑啊 我的意思是说 一种文字想要保存几万年 几十万年 甚至是上亿年 刻在石头上啊 是非常好的选择 恋爱中的男女都喜欢说 爱到天荒地老啊 是海枯石烂 沧海变桑田 难怪说爱情是盲目的 就说这海枯石烂要多少年呢 所以啊 石头作为保存资讯的载体 应该可以长久的保存 但是刻上去的图案 最好是象形符号 如果是抽象的文字 后人就很难破译了 对于印加石上的符号 还有一种理论 说这些字符啊 都是起源于外星人 在很遥远的过去啊 曾经有到访过这里的外星种族 当时啊 地球还处于一片蛮荒 于是啊 他们为后人留下来一些 可供参考的讯息 就好像知识的启蒙者一样 他们把讯息啊 记录在石头上 这样呢 再过多少年之后 如果他们回来还可以找到 至于石头上记录的图案 是不是外星人留下来的 以目前的科技呢 是无法确定的 在节目的开始呢 我已经介绍了 巴西的考古专家 宣称他破译了 刻在石头上的这些图案 而且呢 得到了NASA的认同 我们就看看这些 具体的符号是什么意思 有类似于星星的符号 刻在巨石下面的地板上 经过对比发现呢 几个星星组合起来的结构呢 非常类似于猎户座 在巨石的上面呢 有像太阳一样的符号 几乎呢 就在岩石的中心位置 并且啊 这个太阳的符号 对应着地面地板上 刻着的三个星星 这三个星星 正好在太阳的东侧 这不就是某恒星 对应的宇宙星图吗 可能是外星人在告诉我们 他们的位置 也可能是远古人类要告诉我们 他们已经移民到其他星系了 当然了 这个脑洞开的大了点 今后的节目中呢 我会继续大开脑洞 有逻辑有推理的胡说八道 开个玩笑啊 开脑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啊 要有地方使 按照进化论解释的话呀 6000年前的人类 怎么可能有这么丰富的 宇宙天文知识呢 在第一期节目中 我就介绍了 4万年前的猛马象牙雕像 这些史前的文物啊 动辄千年万年 在文物中体现的智慧和技术呢 都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地球上的文明 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虽然我们按照进化论 认为人类是500万年之前 出现在地球上的 在我们出现之前呢 地球上不可能存在智慧生物 可是呢 如今很多证据都显示 地球可能存在多次文明 玛雅文明就曾经记载了 在人类出现之前呢 地球上出现过四代文明 而在一万年之前 苏美尔文明更是在地球上鼎盛一时 非常发达和繁荣 甚至啊 当时在其他的地区 都是原始部落的时候 苏美尔文明就已经开办学校了 教授自己的子民各类知识 在当今的土耳其的一些部落中呢 也有一些故事在传承 NASA将巨石上这些符号的位置啊 与星象做对比的过程中 发现了这些位置几乎完全吻合 如果只是用巧合来解释这一切的话啊 那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而通过考古科学家们也发现了 二十亿年之前的核反应堆 和五亿年之前 留在三叶虫化石中的足迹 以及啊 五千年之前 留在木乃伊身体中的人造心脏 种种证据都表明啊 人类很有可能 并不是地球的第一次文明 未来啊 我会整理更多的资料 跟大家分享 史前文明中的各种未解之谜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